警察收到消防局 当地的消防局的报告 电话说是在6点左右 那时候有人报告 报告消防局说那边有什么东西烧起来 就是雕塑公园 前两天这个雕塑是 他们从后面把这个雕塑锯开 当时他们认为这么大雕塑 就是把它用电动工具 给它锯掉以后就可以给它拉倒 但是这一招没有得逞 他们搞破坏以后 我们一共每天晚上都去值班 每天晚上值班 所以说他们直到晚上天黑的时候 是不能进行破坏 今天下午6点钟的时候 就是游客比较稀少 但是就没有的时候 他们就下手了 这时候还看得到 所以他们就放火了 我当然是非常的痛心 这是我跟一共朋友们半年多的心血 这个心理准备是有的 但是共产党这种下伤了的手段 就是用到美国来用这种杀人放火的这种行为来破坏这个雕塑 还是超过了我的理性 这个雕塑标志做一种就是对邪恶把那个中共独裁政权 对世界的危害造成了病毒给世界带来的危害 这是个历史的持有柱 我们就是要给定在这个持有柱上 永远的告诉历史 告诉人们这段历史 是中共这个独裁政权所造成的 所以这个雕塑对共产党的打击的力度 是吧 他们害怕的程度 这在中共在雕塑历史上应该是还是没有的 就是说一个雕塑要这样的仇恨 害怕要给它烧毁 先是要给它拉倒拉倒 不成要是给它彻底的烧毁 这种就是毁事密集吧 就是要把这个这段历史从人们这个视野当做抹去 那是他们想做到的事情 但是他们永远是不能得胜 他们只能得胜于一时 今天它被烧毁了 我还会把这个实体的雕塑 我来再继续给它树立起来 把这个共产党更加牢固地定在这历史的持有柱上 如果万一我被他们害了 我会动用 其实我们团队的其他人 找到雕塑家把它再重新树立起来 在这个拉锯站当中 他们不会胜